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太大的心思拿来洗技能 就是直接有全体攻击就用全体攻击 然后也是做把小怪全部都杀掉的动作 好 那再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三关小王的关卡 第三关是有两支的冰药巨像 然后都是打我们的40%的血量 好 这边做了全体攻击 因为一定要做全体攻击 其实全体攻击的话一次打两支 那个伤害会比较划算 所以我尽量都是以全体攻击为单位在转喔 然后可以刚刚刚说 刚刚一回合就把他打掉半条血 然后第二个回合 他们两支就快死掉了 所以其实这边其实不用开技能就可以过去 就是玩起来的玩法会跟上礼拜的龙队不太一样 这样子喔 好 那这边顺利给他过去之后 就是小怪的部分也是不用管 然后就继续给他带过去这样子 好的 那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关 然后因为我的暗珠不太够 所以我这边决定开了一波小爆发 为什么要在这第五关小关就开这个技能呢 因为我很清楚 我已经有先稍微爬过文 我知道第六关那边 我可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第五关的话 有没有开技能其实都是没差的 所以变成说我就干脆在第五关开技能 然后第六关过去的话 技能又可以再跳起来 所以这边算是一种对关卡的了解度 然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这关可以开技能这样子喔 然后第六关是我们的水溢戒龙 然后他能力是20%对 就是你造成的伤害最多只能对他造成20% 所以你不管你暗珠消了多少 伤害到达了多高 你对他一次只能达成 达到20% 达他20%的伤害这样子 好那这边的话就稍微转 然后他是CD1 然后打了9000多的伤害 这边打起来会有一点吃力 但是我的血量比较多 所以稍微就是优本钱跟他抹这样子 然后真的不行的话就再开技能就可以喔 好那这边再转的话 其实三颗暗珠伤害就可以达到他20%而已 所以这边的三颗暗珠尽量消了高combo 这样子来消整版面就比较好 好那这边把他杀掉之后 然后也可以看到说我的第四张卡片天蝎座技能又跳起来了 那这样是不是我第五关开的技能 现在又把他洗回来了 所以对我来讲是没差的 然后这边的话我只有四个暗珠 暗珠又不够了 可是我这边没有要开技能的 我反而这一回合我不打算消除暗珠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我其他的版面几乎都全消了 但是就暗珠那边我故意给他不消除 然后让下一回合你可以暗珠五颗做全体攻击 这样子的话效益会比较高 就是以输出来说 更不要说这两只怪一开始的CD都只有 一开始的CD都是四回合 所以其实不用那么急着要输出这样子哦 好那这两只残血之后 转了三个暗珠就可以把他杀掉了 好那再来到第八关 第八关也是我们的小怪 所以其实这边也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就是稍微转一下就可以带过去了 好啦那再来就是来到了我们第九关的关卡 第九关的话是我们的两只小王 然后左边是越战越强 越战越强就是他的血量越少攻击力越高 所以这边通常都是决定一波给他带走 然后右边的话是两秒转珠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转起来会比较吃劲 所以这边就稍微要想一下怎么转 对然后两秒转珠之外 他的防御力是60万 可是血量只有20滴 所以变成说我打他都只有一滴血 然后可能要打四回合他才会死掉 因为他血量有20滴嘛 那这边的话其实暗珠你就不用削那么多了 因为你转了6颗暗珠 9颗暗珠跟3颗暗珠都是打他一滴血 对除非你有办法一次伤害打60万以上 才能破他的防御 那如果我们就打算破防的话 你转3颗暗珠基本上就是够了 然后剩下的暗珠就是留到下一回合 以防卡暗珠的状况 好那这边刚刚三回合打掉了他18滴血 然后还剩两滴 然后第四回合就顺利给他带走 那再来到了王的部分 然后王的话你一进场 他会把你的血量变成一滴血 然后王是CD2 然后攻击力是12000 攻击力有点高 所以这边的话补血会比较磁力一点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要看你尝尝 心珠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你就是要准备一些 恢复性的技能卡片在这边 那以防你血量不够的状况 好那这边削了两组暗珠 然后利用蝶珠的房子去算 然后让7combo 血就回来了 然后由于王有两条血量 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现在两条血量代表说 你第一条血量杀完之后 他会变身 然后会比较强 所以基本上通常第一条血量 我们都是不建议开技能的 我们的技能都要留在他变身之后 比较难打再开技能会比较好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 我刚刚转了四个combo而已 为什么转四combo 因为我场上的新珠 我都是打算留着这一回合要补血的 就是因为刚刚我觉得说 我刚已经血满了 我就不打算消除新珠 新珠就是要丢着 就是常常人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有些人转起来 就是比较不容易卡珠 然后新珠为什么感觉 在关键的时候新珠都够用 就是你稍微要去算一下说 你这回合新珠如果用不到的话 你新珠可以留着 然后留到下一回合用 而不是说你这回合 就是有什么珠就把什么珠转掉 有时候你故意转低combo 那也算是一种战术这样子喔 那这样子就是顺利的把王杀掉 然后王的话 进化之后是无法控场 然后CD1打一万的伤害 这边我打算要压血 所以我这边一直在算 我的血量跟恢复力 我这一组的恢复力 大概是两千出头 所以大概两千出头 转了三组星是两千出头 然后五combo的话会两倍 好这边看到血量是六千嘛 那我转了四组星加三combo 就大概可以补到四千多了 对四千三我已经算好了 所以这个血量OK 然后被打之后就极限压血 因为我们有一张卡片 是你的血量越少攻击力会越高 对 所以我这边就打算 到达一个压血之后 就技能给它全开 然后开下去之后 再开这张一回合之内 生命力越低伤害越高 然后开完之后 就打算开了我们 第二张安多解放的卡片 就是上面增加三排的那个 行数 然后让我们可以拉高combo 伤害也会比较高 好这边转的话 就尽量来做分割 因为我们分割越多的话 伤害会越高 所以我们这边都尽量以分割为主 好那这边转了 十三个combo 好就顺利一波把王给秒杀了 对那今天影片的部分就先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